苏秦昌合纵大计的第一步棋 就想着走来赵国 但是现在赵国刚刚好临临的乱 首先是赵国国军 赵叔侯赵宇 说自己得了伤寒病 各位 在医药不是那么发达的时期 特别是战国时代 伤寒症也很紧要 一下子搞不好 分分钟会死人的 所以赵宇就说 看来都要及早预备 他召了自己两个弟弟 冯阳君和安阳君入宫 当面将自己太子十岁大的赵雍 交托给他两个 说将来就是太子临朝 请两个弟弟好好扶助他 冯阳君入宫探问赵宇的病情 听几个老太医都说过 说君侯这个病 发作得很快 如果七日之内 能够控制得到他 可以退消的 那性命还可以慢慢挽救 如果万一七日都高消不退 恐怕就有性命危险 冯阳君一得到这个消息 马上就回家 召集一帮大臣商议 各位 在这些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魏赵韩三国本来 大家都是三个大家族 后面因为实力越来越庞大 一朝得子 将原来的大国进国瓜分成为三块 变成了三个诸侯国 这三个大家族立国之后 魏国有个魏民后 韩国也都用了身不害 经历了一连串的改革 已经形成了一套 封建诸侯国的比较原备的制度 唯独在赵国 依然维持着以前那些大家族的作风 国家里面重要的职位 好像上博啊兵卫啊等等 都是掌握着 在自己赵家仁的手里面 可能赵家仁就以为 所谓打仗的全憑亲兄弟 上阵就不离父子兵啊 谁知 哎 讲到这个一国之君的位置 不要说亲兄弟 两父子有时都无情讲 所以赵国立国这么多年 其实经常都有些内乱发生 好像赵叔侯赵宇那样 被爹立成了太子之后 他的大哥就非常不服气 有一次就趁着赵叔侯去了外地视察 赵叔侯的这个大哥就勾建了冯阳君 以及其他几兄弟就打算用兵自重造反 抢了赵叔侯的冯卫下来 但是后来 既兄弟之中势力比较强的冯阳君 看下世识不对 赵叔侯平时对自己虽然没两句 但是他毕竟是性格的林姐姐 都不是碰哈那些弟弟的 那个大哥呢 现在虽然甜言物语 但是为人凶狠 而且反面无情 被他做了国军 以后自己还有好日子过的 所以赵叔侯临时反水 即时暗中派人通水给赵叔侯听 叫他暗中赶回来赵国都城寒丹 然后冯阳君联合了几个弟弟 一起出面拥护赵叔侯 将他大哥赶出赵国 就是这样 冯阳君一直都以赵叔侯的大功臣自居 而赵叔侯对这个弟弟 好像也是非常客气的言听计从 不单止将他封为商博 而且几十年来 无论国事大小 只有是冯阳君提了意见 赵叔侯肯定依从的 慢慢这十几年 冯阳君的势力越来越膨张 又看见大哥赵叔侯这么好欺 冯阳君的心 都忍不住对国军之位 有点非分之想 这十几年 赵国很多大小的城镇 都被冯阳君安插了自己的势力 唯独是赵国传统的两座大城 一座就是赵国发家的地方 晋阳城 另一座就是现在赵国的首都韩丹 除了这两座城的城房 始终由赵叔侯派人牢牢控制之外 其他城市已经滲入了冯阳君的势力 这几年 冯阳君一边不断联络 燕国的势力 一边借口说 中山国可能会有内乱 会进犯赵国边境 所以 就在寒丹城附近的 代阳城那里 不断增派人马 又叫自己的心肤牢牢 控制住这条城池 代阳来寒丹城是很近的 如果军队出动的话 不用两天就可以到 冯阳君这一连串的小动作 本来应该使赵叔侯有所警觉 但是赵叔侯对自己这个弟弟 都不知道多放心 总之只要是他的意见 就全部能知从 不单止整个代阳 都好像是交在冯阳君的手里 而且这次 自己说病重请太子临朝 学习处理国政的时候 还说一切事情 都要听冯阳君的意见 冯阳君的胆就更加大了 即时跟一帮亲信大臣商量 说要等太子临朝的时候 就先给下马威的叹下 赵国朝堂之内 发生这一连串的大事 早就有些黑丢间谍探听清楚 然后将消息 就品报 秦国的慧民工 秦为民工一看 咦 这样看法 赵国肯定会有一场内乱 他即时召集一帮大臣商量 但是他认为 如果赵国发生内乱 这样就好机会了 因为秦国已经在魏国手里面 抢回了河西的土地 如果趁着赵国内乱 一举攻陷赵国的重要城市 进阳 这样就等于秦国的河东 也都有一个稳固的据点 只要有了进阳 那么秦国就要向北 进逼赵国燕国 向西进逼义渠 和魏国的河东 大片领土 所以慧民工 就派出尚大夫书女阵 以探望赵叔侯的病情为名 来赵国打探机会 希望 找对时机 就一举夺取晋洋 请这个赵国朝堂的局势 乱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 苏秦就来到了寒丹 这阵时 我们还是不讲苏秦子 再讲一下 那位只有十岁的太子赵翁 七日之后 宫里面传出消息 说赵叔侯的病情 虽然略为好转 高烧就退了下来 但是身体还非常虚养 很可能还会再有反复 所以赵侯仲决定 将国事交给太子打理 由冯阳军 安阳军 辅助 所以这一招 赵叔侯的太子赵翁 就在他的两个亲信大臣 贡责 和肥义的扶持之下 开始临朝处理朝政 上朝的忠声一起 太子赵翁就成王成孔 在贡责的陪伴之下 登上军位 他在龙位上面 向下一望 奇怪了 别看赵翁就只是十岁年纪 以前他小时候 他爹赵叔侯 都曾经抱着他上了朝 他记得当日上朝的时候 下面站满了一帮文武大臣 而且很多人都争先恐后 有时要启奏 但是今天轮到自己上朝 整个宫殿里面 就只是跪了安阳军公子黑 还有阿爹的亲信大臣肥义 钟大夫刘宛 和御史十几个朝臣 这个大朝日来的 照道理来说 这个大朝日里面 钟大夫以上的朝臣 都要上朝的 何况今天 还是他这个太子 第一日上朝处理朝政 啊 为什么本来有三四十人的大殿 现在只剩下几丁人呢 赵翁的心头一寒 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反而后面的公宅 咳了声 这个事先排练过 赵翁一听这个暗号 就记得了 学着赵叔侯的声调说 各位爱卿 平身 众人多谢一声 就回到自己的席位前边坐下 赵翁一看 见到朝堂之上 起码有成二十几个空位 始终的面子就过不去 另转身向公宅大声一问 今天是大潮 为什么没有通知 众位卿家吗 公宅就说 回稳殿下 劳劳昨日 已经是传遇过 所有钟大夫 以上的忠臣了 赵翁就当堂面黑了上来 但是沈鸿仔 始终都不敢发火 他望望自己的 细叔父安阳君 炸底就扮到不明 指一指安阳君旁边的座位说 四叔公啊 今天 是雍临朝 我第一日来处理朝政 那天 爹还说 叫三叔和四叔 好敢辅助质疑的 为什么今天 三叔没来呢 安阳君拱拱手说 回稳殿下 微臣不知 赵翁听过这样一说 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问下去好了 轻转头又望一下 钟大夫刘宛 和亭卫肥二 两人都不敢答他 刚刚好 场面有些冷场的时候 御史起身啟就说 啟稳殿下 我听说上国大人 昨天感染风寒 所以病了 没办法上朝 所以他托微臣 来稳咒殿下 哦 那其他人呢 难道 三叔风寒 他们有得感受风寒 他御史不敢出声 赵翁就刚刚 要再质问下去 刘宛就说 回稳殿下 既然商国大人 有病 我想一帮 庆家 当然去探病了 赵翁听到 脸都谷得红了 刚刚要出声 窄避 他在他身边的 公窄 立刻用膝头 轻轻地 咀一咀 他后背 赵翁就这样 才会议 自己这个时候 不发得火 他忍着火气 改口笑着说 哦 原来三叔公病了 大家应该去探 一下他 应该的 庭慧 肥尔走一步 微臣在 退朝之后 本公也要探望三叔 你给我安排 是微臣遵命 各位 君父龙体欠安 要本公暂待朝政 各位有什么启奏 刘宛就说 启品殿下 秦国派了 侍臣书女侄 来出示我国 探望 赵后病情 哦 那叫他上来 就是这样 赵翁的第一日 朝会 就是这样 冷冷清清 地度过了 和宫廷的冷清 场面一比 冯阳君 现在我家里面 简直是 居水马龙 热闹不堪 一听到 上国大人 冯阳君病了 那帮官员 就立刻个个 担着礼物 纷纷前来探病 好像冯阳君病了 被赵国国君 赵叔侯病了 还要紧要 一路到了中午 冯阳君客厅前边 那些礼物 已经堆得 好像山仔那么高 客人 也都漸漸少了 总管新孙 那么先新的难腰 刚刚要找个地方 休息一下 何间令新宝 又派人 抬了一大礼箱 走进来 新孙马上再迎上去 刚刚要见礼 怎么知道 这位官员 新宝 他又 一声跪下 在地上那里 向着新孙连拜了几拜 新孙吃着惊 立刻扶起他 哎呀 新大人 主公不在这 在下呢 只不过一个小小管家 博弈 怎么能够受新大人的 大礼呀 新宝不理他 向新孙再作了一句 然后才一本正经 总管大人 你客气了 所谓天下 新是本一家 总管大人 你在楚国 新地来的嘛 应该 算起上来 我们大家不单止老乡 而且算一下辈分 我应该是你的子侄来 所以 那些子侄 见到长辈 不要说扣三个响头 就算是三季九寇 这样都是应该的 论年纪 冯阳军这个总管新孙 就真的带了新宝十几年 但是新宝 假假的都是官 而自己呢 只不过 是上国府里面 一个高级仆人而已 他居然对自己 行这样的万辈之礼 新孙都觉得很开心 哎呀 老实跟大人说 自从当年我们新国 被楚国所灭 新树一脈就真的四分五裂 走到整个天下都是了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但凡是姓身的 见面的亲人 你没多久之前 韩国上国身不害过世 在下还派人前去吊烟 哎呀总管 那你只是说 认了下官这个指责 那真是下官福分 一边说 新宝一边在三袖笼里面 摸出一张礼丹 双手就递了上去 我听说上国大人身体有事 下官都不知道多么担心 昨晚整晚都没睡 你今早早 在下就四处去采败这些礼物 不成敬意 希望上国大人早日康复 新孙接个礼丹一看 咦 不禁阻一阻 他即时行个礼箱前边 申保打开个礼箱 里面 整箱全部都是黄金来的 新孙当堂面色一寒 他拉贼新宝就说 老实说 新盐贼 大家是一家人 那你和我说些真说话 送金口礼 有什么要求 新宝就马上陪消 总管大人既然问起 下官都不敢有所隐瞒 下官的池塘 和我的父母亲戚 全部都在晋阳城 现在父母年纪这么大了 所以我想调回晋阳 一来可以在果树为国晋职 二来都可以做回孝子 你怎么思心 希望总管大人 看在大家都是身世一默之上 希望成全 原来是这样吧 新大人 不过你上头就大一点 你要知道 晋阳那是他们赵士一默的 根基之地 是军上的陪都 这个地方 不是说谁上去就去得了 再说 大人 你原来是何奸领 如果要调任晋阳令 那就是要连升五级 似乎夸张一点 这样做法 岂不是令主公为难 申报一听 马上去三袖笼里面 又摸出一只键盒 双手奉上 新孙打个锦盒一看 里面放出这只肉馆 新孙在冯阳军这里 做了这么久总管 什么真奇宝贝 没见过 一看 就是知道这只肉馆 非常珍贵 那是无价之宝 因为整只肉馆 不单是工艺巧构 而且精凝剔透 毫无杂质 摸上他的手 混混混混混的 手感非常之好 咦 这件的确是宝物来的 在哪里得回来的 申报又小小声说 这件是下官的祖传之物 特意拿来 效敬总管大人来的 咦 新孙一听 双眼当堂放晒光 大人一把口就说 哎呀 这个碗既然是新大人的家传之宝 在下又怎能夺人所爱呢 新宝马上薄一声跪下说 总管大人 如果你不接受的 下官也跪在那里不起身的了 新孙是敢先收起的感陷 叹一口气 哎 新大人你这么客气 在下没办法了 他只要尽力而为了 只不过 你求我们这件事 成不成呢 那又好难说 只能看大人你的造化了 新宝马上拱手说 多谢总管大人栽培 希望总管大人大血啊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